好继续带来看到位在玉里镇的三名社区 邮局后方的道路年久失修 路面坑坑洞洞 那么社区是多为长者 玉里镇名代表吴新闻在定期大会上咨询时 就要求玉里镇公所的建设客尽快来改善 位在玉里镇三名社区邮局后方的道路年久失修 路面坑洞社区多为长者 玉里镇名代表吴新闻定期大会上咨询时 要求公所建设客能够尽快来改善 超过20年以上应该有吧 就没有重新弄了 那民众到那边机车啊脚踏车 而且那个社区都老人家 那常常有一些意外产生 那出现了所谓的民众讲的雷残 那个都很严重 而且有老人家 年轻人搞不好一个跌倒跟老人家一个跌倒 这个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想象 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明年可以尽快 因为现在已经年底了嘛 可以尽快可以处理这个问题 那一段蛮长的 玉里镇公所建设客长回应 这条路已经有将近20年没有整修 并且也是居民每天行经的道路 还有垃圾车的路线 所以明年会向中央申请经备来整修 它那一条路已经20多年没铺是整条 它的路幅虽然不宽但是它也是后面那一台居民 他们主要的出入的道路也是我们垃圾车可以进出的一个主要道路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明年可能会先向县佛来争取这个预算 五新闻强调过了0918地震之后 以及今年的台风侵袭 这条道路的路况越来越长 只希望公所能够加快脚步 重视三名地区居民新的安全 记者高双双玉里正采访报道